Hello各位小伙伴,我是林松,今天是2018年10月12号星期五 就是我录视频,然后来做这个,怎么讲就自媒体吧,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我也加了一些这个关于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交流一些分享的群 想在那个群里面呢和各位小伙伴有一些这个业务上的交流 然后呢最近呢我在这个群里面呢看到一个话题就是聊一个一个博主 就是这个在新浪微博,然后呢在YouTube,然后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视频 包括淘宝呢都比较火的一个博主叫李子柒,这是一个一个女生 然后她是2017年好像是最火的一个网络美食博主 每一条视频啊,每一条视频都大概,就是她视频一共不多 大概我记得好像出来几十个视频没有特别多 然后呢每一个视频呢点播率都是上百万,有的最多的是1300万 然后她在这个淘宝呢大概有200多万粉丝 然后比如说每拍呢也有这个上百万的粉丝 很多小伙伴看到她的这个点击量之后呢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群里面的小伙伴啊 就我在那个群里面的小伙伴呢很多朋友看到她这个点击率之后呢 就非常非常羡慕她,对吧 然后说她什么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呢这个就是点击率特别高 然后可能也赚了很多钱 然后说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个人吧 然后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啊就很多人说她成功是因为她很真实 或者是说很多人说她成功是因为她很能做事情 因为各位如果你在网上去看一下这个叫李子柒的这个女生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她真的就是说比较清新脱俗 首先长相比较清新脱俗 然后呢可能是四川某一个城市的一个 就是乡村里面的一个女孩 然后她的视频呢所有的视频啊都是那种古色古香 就是非常有古风韵的一些风格 比如说早上起床啊 然后对着那个古就是那个 怎么讲就古朴的镜子输出头发啊 然后就开始上山干活了 对吧 就是呢她就是比如说上山采一些那个蘑菇啊 然后采一些这个野菜啊 然后呢可能就回家做一些农活啊 然后这个再做一些这个古法的 比如说月饼啊古法的这些粽子啊 还有就是就是那种比较古代的手工的这些这些食物吧 然后就靠一个是靠微博的这个影响力来来传播视频 对吧 靠这个视频平台来传播视频 另外一个呢 她在淘宝上就开了这个淘宝店来卖一些这个手工的这些食物 比如说那个月饼啊 然后粽子可能还有些美酒啊 还有一些可能山里面的一些土特产啊之类的 然后可能赚了很多钱 有些小伙伴呢 就说她特别好 是因为她这个真的特别真实 或者说她真的很能干 对吧 但是我看来呢 她这些她成功的因素啊 并不是因为她长得很漂亮 也并不是因为她很能干 也并不是因为这个 她她很真实 或者也并不是因为她做事情啊 或者说她很会下厨啊 怎么怎么样都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 从我看这个视频来说 她一定在后面是有团队运作的 就是说你看她一个人啊 她那个装是很明显 就是很精致的装 她一个人不可能 就是说一早上起来就很花很精致的装 对吧 然后包括她出去上山干活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不同的机位啊 我估计啊 就是在她旁边的摄影师呢 至少有两到三个 或者是四个之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不同的机位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拍她 比如说我看了一个视频 她在那边走路的时候 然后爬山嘛 对吧 然后突然发现 这个自己的脚边呢 有一种比较 这个珍贵的野山军 然后呢 就反过来 就采那个蘑菇 对吧 采那个野山军 但是你看看到她那个机位不同 从不同 开始从后面拍 然后从前面拍 然后从脚下俯拍 这样子呢 一看就知道 有好几个摄像机是专门的摄影师 在对着她拍摄的 还有就是说她 比如说她在那个家门口 做一个什么竹子的一个桌子 还是床的样子 她在做那个手工活 对吧 很多朋友说 哎呦 她真的不简单啊 真人会做那个手工活 对吧 然后而且这种很糙的活 一般都是男生做 然后她一个很 就是很秀气的一个女生 怎么会做这么重的一个活呢 坦白讲 那也是 我觉得也是在演戏啊 因为什么 你看她 就是说虽然做得很娴熟 看起来很娴熟啊 但是她真的不是一个 做重活的一个样子啊 对吧 就很明显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一个女生 只不过为了拍摄的需求 在那边呢 做了一些示范而已 然后呢 可能让这些观众呢 会看到觉得她 是真实的生活在山里面 会做农活 会做一些家具啊 之类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女生 其实不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她成功的 最关键的因素 就是说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 她幕后的这些运作的团队 包括宣传团队 或者是说有经纪公司 帮她设定了一个 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人设 什么叫这个美好的人设呢 就是说生活在大山里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清新脱俗 可能不问世事 就专门潜心研制一些古法的食物 比如说什么糖啊 蜂蜜啊 然后什么野山菌啊 茶叶啊 对吧 古法的 月宾啊 就让你感觉好像 就与这个城市相隔绝啊 与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 钢筋水泥的城市 完完全全不一样 对吧 所以你看完这个视频呢 你就非常非常有冲动 想去了解她 然后非常非常有冲动 想去购买她在这个视频里面 自己做的那些食物 或自己做的那些 那些那些 就是出售那些商品吧 对吧 这样子呢 达到一个商业上的成功 所以呢 我觉得她的这个成功呢 肯定不是她一个人的成功 而且是坦白讲 就是幕后有一个最 很怎么讲 很全面的团队吧 在帮她运作 从拍摄到宣传到包装 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打理 可能是有一个庞大团队在帮她做 否则根本就出不来 还有一个很多做自媒体的朋友啊 都强调啊 就是内容特别重要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 内容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而且做自媒体呢 你说内容重要 这是完完全全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为什么呢 每个人都觉得内容会重要 所以呢 你都会去用心做内容 这个我相信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你身边那些能够活起来的这些自媒体的这些网红也好 或者博主也好 真的是因为内容好而活起来的吗 肯定不是 对吧 绝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内容好 你要说内容好 你觉得你自己做自媒体内容很好 我也觉得我做自媒体内容很好 但是为什么你的文章或者你的视频发出来没人看呢 对吧 那为什么你在网上看那些爆款 其实内容并不怎么好 对吧 但是就是有人看或者有人转发 对吧 所以这就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 其实内容你总觉得是好 才是王道 但是其实内容根本不是王道 内容可以说是可能最不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重要的可能就是说什么 有资源 或者说有人去 怎么讲 就是说你要有人捧 或者有人宣传 这个我就最重要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流量 这个其实跟那个资源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要有流量的话 你怎么样都好 你要有流量的话 你根本不用长得很漂亮 你的内容也不用很好 自然而然就把你推到手里就有人看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的这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要真人出镜 我要希望大家认识我 这个是我最大优势 所以我觉得内容根本怎么讲 就是说你这种再好 你没人看的话 你根本就是根本维持不下去 那今天就和各位随便就是怎么讲 就聊聊 关于这个 一个网红案例的一个分析吧 其实我就想让各位就是说 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你就知道 其实无论是内容 还是什么 其他的根本不是你成功的关键 流量才是你成功的关键 那好吧 今天各有求和各位分享到这里 拜拜